100块我手工的在这里做加工 你知道吗 100件我也拿零到50块钱 100块对我来讲也是兴趣的 悲剧 送16万彩券过期便废止 买大乐透送大奖有够开心 但是台北市这个杨姓妇人 竟然让财神溜走 她说 最亏祸首是家里养的两只猫咪 去年8月在住处附近买彩券 上个礼拜才找到 她对奖中了大乐透五个号码 奖金有16万 但是她兴高采烈拿彩券去领奖 才发现过了对奖期限两个半月 好心情瞬间荡到谷底 奖金16万已经全部充公 她指着发现彩券的位置 就在那个页子部分 不死心的她 还是拿着彩券再去刷队一次 结果都一样 人总是有三长年短吧 也许我们生病也许我们出差 我说彩券不是高高的 超过最长时间 就是都完全没有办法再做这样 她最大的心愿是拿这笔钱 第三年前过世的妹妹安入塔位 很难得这是一辈子的就我们的意思 带你去找个地方让你安息了 众新闻开讲次日期三个月 要对奖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